先看它的款式 早这个的话不要错过它 我真的得了不止三年 肯定超过三年 这个会保暖 现在我很热 对 我现在很热 因为这个是贴保暖 它是反照皮的面料来的 我身上穿的是Cherry Red 然后这个Camel Colour 这是鸵色 鸵色 再来就是这个黑色 三个色 JBJ25 价钱是95 minimum selling price 95 一样是有厂家 不一定必须要卖的价钱 昨天我老公看了这个 这个 jacket 刷过了 你卖多少钱 我讲95 然后他讲 中国卖这样便宜 你去外面卖 外面那种大牌子 那种media race的牌子 他们这样子的款式 最少299 399之类的 可是现在只是95零级 先看它面料和款式 它的面料就是那种反照皮 反照皮的面料来的 之前我们有很多款式 有用过这样子的面料 它摸上去就是这样子 很滑很soft的 里面是full inner lining 整件是full inner lining 后面呢 它就是这样 很多小细节 这个款式 所以它成本很高 可是厂家 厂家对我们很好 它卖的价钱算是很低的了 因为你在外面买 真的是买不到这样子的价钱 外面其实非常便宜 这样子的品质 这一件呢 来 前面呢 怎么穿呢 你可以两穿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上衣 或者是一个外套 基本上是当外套穿 或者是当上衣都可以 穿的时候 记得这样子的拉链 你是必须要对准准才拉 ok 来 我拉整件上去先 塔齐啊 我穿是还是 有塔 Camel Camel啊 铁色啊 我穿M呢 铁色是比较多 我拉上去了 我让你们看整体的效果啊 如果你是卡着肩 建议拿到 不要拿小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当外套的话 你里面一定有衣服啦 对不对 你里面已经有一穿了的话 你拿小 然后穿它 就没有这么的 没有这么帅气的感觉 对我来讲 所以说 你看现在我穿的这个 Camel 上位一二位 都是还有空间 ok 就是说 我自己本身会有这个 为什么我说 等了三 三四年 我们之前有个是 类似的 蛮像式的 然后说 那个很多年前 好的哈 我们也是有要求厂家 做很多厂家 不做什么 成本 非常 非常的高 然后说 厂家都是 很复杂 非常多的小细节 我知道 有些多曾经 都买过这个款啊 我们现在是不同的 这个是来自不同的厂家 跟之前的不是一样 是 类似的款式 是这个厂家 有做回来 所以说 我们也很开心 看到这样子的款式 因为真是 我等了好多年了 因为之前呢 我没有滋留到 我很后悔到现在了 这个款式 我现在是位置的 来 这个 Cermium Color 红色 我穿M 是有空间比较多 我出发黑色给你看 来 给你看先怎么穿 就是 它就是前面 这个拉链是可以开的 拉链 拉完上去 然后这些扭扣 是可以 Functional的 就是这样子扣起来 扭扣是 Functional的 OK 我扣一个就好了 上面扣一个 下面扣一个 这些所有的扭扣 都是Functional 衣领这边 这一粒扭扣 也是Functional的 你可以 好几种穿法 就对了 一下子啊 我扣好先啊 我身上这个是Cherry Red 年尾圣诞节 还是新年要出国的 强力推荐 带走这个红色 袖子这边 一样是有拉链的 就是你可以这样的 拉开的时候 它的袖口洞 就会比较大 OK 它的袖口洞 就会比较大 装后面 后面是这样子的 每一个 为什么我们讲 厂家不愿意做 因为太车工 太复杂了 就对了 没有人要接这一个单 现在我是穿了黑色 看到吗 就是上围 会像卡其色 sorry 那个Camel color 或者红色 来这么多空间 所以我穿这一个的话 基本上是贴的 上围跟腰围都贴 我自留黑色的话 虽然我穿得到M 因为上围是94 可是我会选择大一个码 OK 就像我卡其他 上围可以到98 我会选择比较大的 是因为我想当外道穿 我里面有一幅 尤其是说 你是比较冷的 可能里面的衣服 已经像比较厚了 你再加上这个 刚刚好贴身 你的尺寸的话 我就觉得 就没有这么设 当然 如果你买的时候 我就想穿贴身的 我不想拿大一个码 我是上围穿的 OK 你可以黑色 你选择戴着M 是可以 是不会累的 它是还有空间的 这款是我穿着黑色M OK 我现在身上 穿的这个Cherry Red 它是有修身的 它不是那种大件的那种 它是有曲线的 OK 还有就是 另外一个穿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这样子 开了扭扣 开了拉链 扭扣开完 然后你可以这样子 开一半 这样子来穿 都可以 就是这样子 把它带着一个Color 有Color的一下子 然后翻一翻啊 Apple你的红色 N L Solar 然后June你的是 Camel M Size Solar 你这样放下来 它就这样子 另外一个不同的款式 我曾经送过我的 闺蜜这一件 它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因为叫你穿一个大牌 架成非常高 然后是穿的后面 后面是这样子的 来我先换Camel Color 给你们看 我身上 我一样三个色 我都是穿得到S的 待会可能我会穿 大一码给你们看 给你看那个效果是怎么样 我待会还是说 叫做 对 可以穿大一个码 所以说 我这个款式啊 黑色的话 如果你叫June自流的话 June是会带着L Size 我选择这样子的款式 对 穿很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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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你平时在 出国很适合 出国旅行 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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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10多度是可以的 台湾啊 香港 你不要想 一度两度啊 还是说零下 像我老公 刚刚去旅行 来回来 问他 忍吗 他讲 很忍 你还说 不用那种容易的 因为他晚上 可以到零下 到几度 他讲 真的是很冷 我还要跑去那边 查询吗 这个啊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 他就不要扣这样子 很学一个 比较帅气的一个外套 所以说 这个啊 这个也是 我是为自己本身的 自留 因为我等了三四年 终于有厂家 做类似这样子的款式 回来 所以说 我自己本身 自留了这个CAMEL 因为它是学一个比较 金脸色 对 你看它就比较复古 可是它大牛仔来讲 是非常的好看 这个颜色 我自己本身 之前留的 也是这一个颜色 OK 三个色 红黑 还有这个 很美真的 所以说我很后悔 大错 我没有说 所以这个款式 就算你们怎样爱我 我是不会让出来给你们了的 其实本的时候我穿了卖 我其实本身 我去一个牌子 什么牌子 我忘记什么牌子 我买一件三百块 然后因为我很久没有穿 发欲出 我越穿越拖 主播是走 走一下 因为有东西掉了的 哇 它掉了很多东西出来 那我搞到最后 因为我要回了吧 我没有买新的 来给它的每个小细节 你看它这些是 这样子破开 破开 然后压线 这样子来车 后面这些小细节 这一些 所以为什么我说 厂家 自己厂家自己本身 这样子的款式 他找了很多厂 都不要做 因为车工太复杂了 我穿不了钱 可能我车工时 应接我20分钟 这个可能我要多个10分钟 或者15分钟 可是我领的钱是一样的 一样的钱 工钱是一样的 你看 这些压线 然后肩膀这些压线 每个小细节都很 很多小细节就对了 这些扭扣是可以 这边这些扭扣是不能开 它可以开的 只是在前面这些扭扣 然后可以开很多种穿法 袖子 你冷宁 你觉得你绣口 你想要不要 来你帮我 不要袖 没有这么袖的时候 你想要 它还可以开的 这边是可以开 然后你这样子拉上去 它就比较袖 来 这一边这一粒扭扣是可以开的 你开了 你把衣领这样的翻一翻 还有另外一种穿法 像我刚才讲的 它另外一种穿法 就是把拉链这样拉一半下来 它就变成一个V领的款式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 我送给我闺蜜的时候 她上班穿 她拿黑色 她上班穿 特别的黑色的裤子 很好看 因为她office 特冷的那一种 你去红色L说了 little cameo m size 当年换你的红色L 然后是 然后是 然后你的4 cameo m 然后她穿这个外套 你去外面买很多 是那种比较over size的 没有这么有曲线的 这个是非常有曲线的 要买过的 需要外套 必买 必买 因为这一批完了 基本上厂家是不会补过 为什么 成本非常高 太高了 我们的利润 我先证明 我的利润是比我三四年前 卖的低很多很多 为什么 成本非常的高 可是我的那个 profit 不可以mark up到这样高 因为已经是到95了 所以说 这一件 如果你们需要的外套 跟以往不一样的 必买 这个 总之你有出国 没有出国 你收着这一件 你放车都很方便 就我那边穿几年了 我穿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 我放在车 我放在车 洗的方式 就是要比较照顾 建议你们就不要打 所以丢去洗衣服的脚 还是放去太阳外面 暴晒一个三天两夜 不要这样子 可以晒 不要那种很暴晒的 毕竟它还是说仿造皮 仿造皮 可是我就建议你 不要收在那边 偶尔拿出来穿一下 然后它拉链是用这样子 金属的拉链 很特别 如果它用那种银色的就不美了 顺便扭扣不是 扭扣是灰 灰黑色这样子的 拉链是金色 很大气 OK 如果你这样子开来穿 它就能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商链 你出国的时候 你里面穿一个chub 你这样子出国穿 是OK的 转后面 后面是这样子 你要很classic的颜色 你就带着我身上 这个camel color 再拉回去给你们看 整体拉完拉链 拉回去的话 它就是这样子的 这一边这一粒扭扣 你去外面买 这样子的款是真的 最少最少三位 其实上面是199 129 没有这样子的款式 199 OK的就会有了 然后说这个价钱 真的带走吧 有需要它的 请带走 它帅气的来 然后又添加一点 很有那种牛仔 feel就对了 OK classic的颜色 由我身上这个 camel color 总之这样子的款式 是不会过时的 来我换黑色 Camel L 收了 Painy Camel XL 收了 Diffenny 也是Camel XSign SK 你的是XL 它这边 这个拉链是可以开的 OK 它是一个口袋这样子 可是建议你不要去开 你可以开了 可能你放你的passport 躲在里面IC passport应该放不到 这边它是可以开的 你放你的IC 是放得到的 我换黑色给你们看先 我自己本身现在就 可能这一次 武力收红色 还是收黑色 我在想一想 因为我另外一架车 我放的是牛仔的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放这个皮子的 我老公又问我 一看到的时候 他说你不要收多一件 我说OK 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 不收就不是 我还有多一件的 你知道吗 确实 那件拉链坏了 我还是不舍得丢 哈哈哈 我不是跟你讲 我过Custom的时候 我拉着 撕了 我的拉链卡 你再打算吗 我没有骗你 来 主要AXL Camel Colour 最后一件 AXL Camel Colour 最后一件 黑色的话就比较 怎么说呢 就是比较 比较宽装 然后上班 上班 上班 就是没有这样 嗡的感觉 你穿蓝色 因为你穿这样蓝色 基本上 就会好像很 Towery 那种感觉 Sorry Camel Colour 有那种的 氛围感 所以说 如果你上班 我建议带一种黑色 这个 所以 所以 AXL Camel Colour 是黑色吗 所以说 想再上班 Office 我觉得 黑色会比较适合 秋季 同时 L收了 L收给他 黑色 他很喜欢 就不理了 震荡节要到了 L有没有 先给他 应该穿坏的 来 我现在身上换了 黑色 OK Code是JBJ 25 价钱 是95 所以你想 如果你office很冷的 你想穿的很帅气 搬成一个jacket 这样子穿 然后一件上 一件这样子穿 你可以带走我身上 这个黑色 就一件给了IV 就没有了 给IV 拿了就没有了 这样子我的Camel Colour 鸵色就最大 剩下L而已 OK 如果你买不到Camel Colour 你想要收多一件 你就戴一种黑色 包括我身上 现在穿的黑色 整体穿起来 它就是比较有趋性感的 那种外套 OK 相比外面那些外套 你去外面买这样子的 他们的款式 就没有这么 这么女人味的感觉 就是比较大件的那种 这个是属于 比较女生的版型 就对的 OK 仿造皮啊 仿造皮来的 其实有用过这个面料来了 OK 像他助理讲 助理跟他问我 我那件多久了 很多年了 我穿了很多年了 然后我洗的话 我也是这样子丢进洗衣机 可是我就是放在 Longry bag里面 放在Longry bag 因为主要是放车 他比较少洗啊 如果你常洗的话 我就觉得 你要过去他 手洗啦 手洗啦 昨天我老公才讲 其实洗衣机 洗衣服会干净呢 怎么会干净呢 我们还在眼球 我认得你要用手洗吗 一样那么好脚脚脚脚 就好像我们一起的手搓搓 来 上回38 看你要拿什么色 黑色的尺寸是比较小的 所以你看我穿黑色 会比较贴身 97 小琴 如果97的话 我要看你拿什么尺寸啊 当然97 我穿的 我穿的 我穿的Camel啊 是上回是98 我觉得你拿大一个码 会比较好一点点 可以这么说 还是说 你能接受贴身 可以跟这尺寸来下班 如果你不能接受贴身的话 我觉得你拿大一个码 是OK的 因为我刚才已经有穿了啊 我穿这个Camel 我是穿M 然后是比较多空间 上回腰尾的比较多空间 我再穿一次给你们看啊 我拉起来看 给你们看 那个效果 我现在是穿的M啊 OK 因为这种你要当外套 尤其是要当外套的 如果我们提供那个尺寸啊 可能你就说 刚好是你的Size 我建议你拿大一个码 OK 你看看 我的上回是94嘛 OK 然后这边穿 就算有空间吗 98 所以说 因为我里面必须要穿多一件衣服啊 如果我要当外套 我觉得腰尾上回我穿都有空间 然后我去穿一个刚好 就是我的Size 黑色 就是说 上回是比较小 94 我去穿黑色给你们看 来看 看一下 现在这个啊 OK 上回 腰尾都有很多空间的 没有扣 没有拉链的话 没有把拉链拉起来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拉和不拉 都有它的好看 我现在 我现在去换Camel 这个 这个鸵色的Mize 给你们看 刚才我鸵色是穿S 我现在穿大一码 给你们看 那个效果是怎么样的 因为现在助理讲的 很多时候你里面需要穿大 所以现在黑色啊 黑色的cutting是比较小 我一样是 等下我把 我先 我一样是穿得到 只是我穿黑色 是属于一个贴身的裁剪 然后上半身 然后钥匙还有空间 OK 现在我穿黑色啊 我拉起来 看到吗 这边你看 要这样子扯 还会有一点空间 可是基本上上身 对不起 上围的是比较贴 腰围拉伸 肯定 腰围没有拉伸 是还有空间 拉的话 还是肯定是拉得到 所以说 我如果是说 给那些说 穿那个选size 可能有些是卡中间的 我建议你拿到 我要拿小 所以说 黑色就是刚刚我的size 如果是黑色 我自留 我本身会拿到一个码 因为毕竟说 我要当外套 OK 所以说 给你们二选 就是说 我就是想穿VIFIC的 我不喜欢用放松的 OK 跟意思就是这样 要当外套 穿起来是有比较舒适感的 毕竟你没有这件衣服 你就可以说 跟着那个size 可以选择带 对吗 没有问题 哈 来 现在 在鸵色 Camel color 我穿大了一个码 对 我穿大了一个码 就是我穿回了M size 刚才我穿的时候 第一次我穿 我是穿S 现在我是穿了M size 所以如果我里面那件衣服穿 我出国穿 我里面那件衣服穿得比较厚 它就会比较多空间 也很明显 看到袖子这边 它会比较宽 看你要什么颜色 所以有不同的颜色 黑色就比较小 就对了 OK 鸵色和红色是同一个尺码 只是说黑色会比较偏小 所以要说黑色比较偏小 我和助理一样 我一样三个色穿S 助理一样三个色 都是穿得到M的 只是说黑色就会比较服帖 OK 我现在是穿大了一个码 强力推荐 我那些要出国里面穿厚一点的 你就拿大一个码 不会说穿起来 你拿大一个码了 对 穿大一个码了吗 现在 我现在是穿大了一个码 所以你不会说穿起来 你会觉得很大件 是不会的 OK 来我再把拉链拉开 我去找了一件红色 穿大一码给你们看 可能给你看那个效果 你把拉链拉开了 就是你拉开了 这样子B穿 单身上衣穿 也是可以的 就对了 这些扭扣是Functional的 这些所有的扭扣都是Functional Fuiner 来 杀手拼在那边了 有拼在那边了 把他 OK 整件是Fuiner 来 三个色 现在 OK Cherry Red OK Cherry Red 你要比较 Among三个色 比较特殊的颜色 就是这个Cherry Red 比较经典的颜色 就有这个Camel color 或者是这个黑色 想要买了上班 可以穿 如果你上班 不是需要 不需要穿的很formal 然后也许穿的比较 Rugged 比较trend一点的 Cherry穿了吗 主播穿了 你可以带一种黑色 OK 这个鸵色就是属于比较经典的颜色 这个款式真的是不会过失 我自己本身之前那一件穿了很多年 对吧 那个款式30年了 我真的是 30年 很久了 我真的没有厂的要做这么款 成本真的非常高 然后这一碗了 厂的也不会做 不会做了 不会做了 她已经讲了 通过了 不会做了 女儿要穿 可以穿 可以啊 Amine 等下套给你看 主播是套到一个码给你看 真的啊 不要错过 OK 我自己真的后悔这么多年 我没有留 因为我喜欢她那个 就是说穿起来 她这场照片 就是尤其是鸵色 是有那种比较帅气的感觉 比较cowboy那种感觉 来我现在换回红色 助理是穿M size啊 助理是穿M size OK 我红色 一样换回穿M size给你们看 为什么我要穿M size给你们看 是给你们知道啊 如果 你里面穿 XL的顺床是很少啊 需要XL的动作快啊 如果里面你需要穿大多一件的话 就强力推荐你带 带 大一码的 就是穿大一码 OK 还是说 像助理讲的 卡中间拿大 你要拿小啊 来 现在主播红色是穿M size 就是穿了我的size 给你们看 就是说 本来是我的尺寸的 还有跟穿大一个 整体的感觉 因为确实外 我们会先证明啊 其实你啊 你的size是没有错的 可是我们想给你多一个选择 来我扣完 拉完了扣完 给你们看先啊 这样子才可以看到那个size 对啦 OK 毕竟我不想说 你买一个外套 你说刚好我的size 你直接当上衣穿 你当外套的时候 觉得好像太勇俭的感觉 有点勒 来 这个就是啊 当然我穿这个camel 还是有比较大的 为什么 因为我的上尾是94 这个是98嘛 就等于好像我的上尾 是大了一个码的感觉 看到吗 助理穿M 我也是穿着M啊 我也是穿着M啊 所以区别在那里 我的拉伸空间没有这么多 然后主播拉伸空间是比较多 尤其是上尾啊 最主要这件是上尾啊 你看它空间是比较多 我的话就有 可是不会像主播这样子来的 这么多的空间 所以说 给那些说卡中间 我肯定就是说 想一追见你拿大 当然是嘛 OK 三个是JBJ25 加了钱是95 还有加单 Henry下单的赶快 尤其是XL的顾客 OK 下个色啊 XL很少啊 黑 Carmel驼色 加我身上的Cherry Red JBJ25 加了钱是95而已 黑盘在Mai主播已经穿了啊 红色 基本上这个款是这样子的 我就不去套L三角啊 Henry就不套了 因为你们看主播这样子 套到一个马整体的效果就好了 OK 因为需要时间去挖 基本上如果你 你 你自己家里 衣橱里面没有这样子的款式啊 你买这件回去啊 它是不会过时的就对了 因为这样子的款式 你去外面买真的是 比较它的价钱是特高的 可是现在只是95零件 你买到就是赚到了 因为它的车购小细节 真的是很复杂 本来3.08个月 常家肯定不会补货的 OK 个人愿意补就对了 不是很太高了啊 这个 没有 那我就换下一个款 下一个款我来一个新年款式的上衣给你们 OK 我这样配搭整套 我非常的新年 今天我们就没有新年的那个连生 所以我们 是吗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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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来一个我们 独家作货款的上衣报 款回货有新的颜色 OK STH32很多顾客在找 很多顾客都买不到的一件款 是为什么 我留了X 我的领不到都被换掉了 我有点热 我看的是一件上衣 真的是 Irene 你的黑色X要收了 May 你的黑色X要收了 那个颜色方面 给你们犹豫 不知道怎么选色的 来给你们看一次啊 你们要整体比较复古的 我就就建你们 长一点建你们带走这个Camel Color 那些说要比较耀眼的 比较Outstanding的 就是远远在人群中 你第一个被发现的 我建议你带走红色 黑色来讲 它是属于比较稳重的感觉 想说比较容易配搭 肯定会是黑色 当然你说显瘦也肯定会是黑色 所以说三个色很喜欢的话 可能路来讲 你可以选择带走两个色 毕竟说不会再补货的一个款式来的